凡的卡兹克这把是放在了外面 但RW这一手最后看一下要不要把九筒给送上半位 九筒当然还有诺手和瑞文 这两个点在九筒被扳掉的情况之下都放到了外面 先选瑞文 对 其实现在小张的话在诺手开出来情况下 他也不会第一手去拿 因为其实RW这里的话 他针对到小张的这个诺手 他是有很多自己的善用的打法 先拿一手盲僧 这是两边英雄池重叠的部分 是 加里奥也放在外面 这把看要不要拿 其实现在对于RW来讲的话还是狐狸 这就是两边的中野位置 一直作为就是比较拿的比较多的 然后争抢的点位 见招拆招 见招拆招 反正我红色方先拿 那其实放在外面的加里奥这里的话 ETG就可以去拿一手了 而且在下路也有一个优先级 先拿卡莎 对 刚其实就想提到 就是因为卡莎这个英雄的话 如果放给RW RW绝对会去拿 现在对于可荣来讲的话 他其实卡莎是拿的最多的英雄 而且胜率有71.4 但是辉元的话也是比较喜欢玩卡莎 对 虽然只拿了两场 但是也是百分百的胜率 左边 诺手 卡莎加诺手 加里奥和露露要不要选择性 拆掉一个 虽然这两个你放过去的话 其实ETG都可以打 感觉可以去考虑一下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期待这里被拿什么英雄去打 这个诺手 盖伦 盖伦现在虽然有那么一丢丢的可能性 是走辅助的 但是走上单的概率是99% 但主要盖伦 可能是我们一开始赛前没有预想到 我们以为上路的话就是激将 就两边碰起来了 露露拆了 虽然现在露露配卡莎肯定是最好的组合 但是能拆就拆 是的 就这个组合现在在这个版本里面感觉有一点过于强势了 发育到后期很难被拦住 可能现在只有像霞露这样英雄可以去打一个对线压制 也是稍微小压一点 加里奥加位怎么样 我觉得 辣美 要打对线了 这最后一手 我觉得拿位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选择 或者说瑞文摇一手 瑞文打野 然后中单再补一个 哦 龙王来了 我刚才想会不会加里奥他直接拿到龙王 可以 可以的 上单诺守日文打野中单龙王 这个感觉现在是一地质最 怎么说呢 都是大家招牌的一些英雄了 这一套无敌了好吧 这是他们之前最擅长的 维恩 维恩加露露 维恩加露露有一个小问题 这对线稍微弱了一点 没有什么推线能力 但是维恩这个英雄的话 他在打卡莎的时候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嗯 尤其是你在中期辅助open掉了之后 在AD1v1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这手维恩选的还可以 因为你看左边这个阵容的话 硬道理来讲 他没有第一时间也能集火掉维恩的点 而且他们是那种手偏短的阵容 除了龙王之外 剩下的人手偏短 而且龙王这个点说实话 也不太好去限制到维恩 对的 就除非中期搓一个很大的螺旋丸 然后卡的你不能走路了 那种极端情况 那种纯肉 他如果出纯肉的话 牺牲一点自己 真的到后期 会给这个辉原带来无限大的难题 好 来到帐户室峡谷 我们已经到了淘汰赛的第二个比赛日 EDG对阵RW的BO5第一场 本场如屏数由呆呆和十一门您带来 这把还是选择正常对线 已经蹲住了 但是前期应该是多人站中 但是多人站完中了之后 就帮帮潜一波线 应该是正常的分线 是的 其实现在SKY在选出龙王的情况下 他中路拿到线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里卡了一波 小细节 卡了一下让你少吃一个 而且这样的话 这个兵线是往RW上路给推的 所以说其实诺手在前期 可能因为前面的一点 RW的小细节 会导致这波线一直被RW卡在他的塔前 这个现在其实是在应对着 前期比较喜欢多人站中抢线的 打法的时候最优解了算是 是的 而且他本来就是对线烈士 所以就无所谓 就如果我们上路看什么 就是剑机打那么手 可能就不太会出现这种事情 而且这把其实我觉得 EDG总体来讲 他其实这个中野 想去联动的话还是比较困难 敲一棒锤 将上去转一下 但是三级了 小张三级了之后开启光盾 回头 那就是火熊 但最多拼个血怒出来 打一打流血效果 反正两边把自己除了闪现之外 另外一个技能都用掉了 点火光盾 互换一波照红师技能 能交的都交 前期放弃一点点的下路对线 刚刚也是纳美哲去中路帮一波 看看会不会出胜 是的 而且现在下路赶紧把线给推完之后 去拿这个核线 拨下芒森的视野是被看到了 龙王再往上路走 这一波是不是有想法的 三级的龙王 应该可以直接隔墙飞过来 飞过来了 要抓背影 但这里感觉不太好走 先勾一下 拉回来 这时候应该是走不掉了 看一下在台下能不能 但SKY这一血量很低 差一点点 两个闪现交开 流血流死 流血流死了 完美抗塔 漂亮啊 这一波在上路的包夹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我知道你都在下路 但是这个时间点 EDJ的下路 会不会遭中啊 狐狸原地间回程了 那没事了 本来是一波 有一点点像 4-2的节奏 但是兵线太少了 主要是他们的中野都没到5级 所以说这波也不太好远 没5级的狐狸和没5级的芒森 差太多了 来到5级之后的话 其实RW的中野 他们就开始慢慢发力了 因为他们的联动性上来讲 会比EDJ的中野会好很多 纯转一波 然后两分半之后 其实可以在上路 发起下一波的骑袭 再加上德马这一把的出装 选择的是半肉的出装 那可以继续杀 说实话 你如果是纯肉的那种 直接来搞个日盐啥的 而且上一波已经闪现交过了 对啊 感觉EDJ可以无脑往上路走 等CD 龙王其实可以 龙王的闪现没有那么重要 在包上的时候 但是诺耍的话可能要小等一下 主要他们上中野的话 来到5级之后爆发能力很强 就一波你要想去all in 这个背影现在一个盖伦的话 是有机会的 全是斩杀 但是这一波打得稍微有点凶 芒森影从旁边摸过来了 感觉没有什么好机会 这两个兵形成了天然的防护罩 你想直接添一波踹过去 是不太现实的 肯定是踹兵 帮忙过来推下线也是可以的 而且瑞文就在下半区 这个时间点诺耍稍微小心一点 但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地图上的视野 凡这波想走下去 是一路被看在上面的 那是啊 这河道里面 差满了 震光马亮的 全都是蓝色帮的视野 马上就要刷新两边的资源 成不期五 真的是打上半区 所以说上半区的视野 放到比较好 哎呦 这下路 MAK念回城的位置 可能有一点点奔放了 嗯 对 这波 疯狂打断 主要是露露的状态 不是特别好了 嗯 那卡莎这一波被打断了 回城时间的话 那就是可能难受一点 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 因为还是回去了 而且也没有借这个时间 去直接动小龙什么的 他们也比较清楚 EDG这个时间 优先级肯定是先锋更大一些 是的 而且现在RW感觉 要过来争夺这一条 峡谷先锋了 直接把下路双身组换上来 换上来的时候 看一下 VN已经有破败了 但是露露的话 双身暗影 两边也算是出具 那么一点点的战斗力 卡莎也是标准三件套 毕竟前期是要进化的 先主打自己的一技能进化 我主要是感觉 现在EDG想去先手动 也不是那么好动 而且现在其实还是要把关注点 放到这个下路 但是下路好像要单吃了 光盾交了之后 看能不能留死 最后一下留死 这个完美上还计算 刚刚就想说 应该是要把关注点 现在放在两个上单位上面 单人线 对 但是这波单人线的对拼 属实是 EDG占了绝对的上风 而且这样子一个 连死两次的盖伦的话 跟小张现在诺手对比起来的话 经济差有点落后的太多了 要拼了 要拼了 天一波先踹上去 踹的是一个昏远 跟上了之后 露露直接开大 顶且顶且 把AD打成一个丝血 但是若木弓来了时候技能 似乎放歪了一点点 先斩掉一个 但是后续 瑞文去追人了 正面被龙王击杀掉一个 两个人继续往前追 虽然说 狐狸解决掉了卡沙 但是 但感觉EDG这波要被反包呀 背影和若木上来了 感觉Skype他好像走了 有闪有闪 走掉了 人头交火一波 EDG最后还是赚的 就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主要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他两边队伍其实都是这样 如果谁想先去动这个峡谷先锋 因为现在打这个 峡谷先锋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所以说第一时间点打不掉的话 很容易被截团 对的 虽然刚才人头上面是打了个2比2 但是最后把先锋 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那EDG接下来我们就看 这个先锋 是否能带来一波好的节奏 而且我们4分钟 就是手游里面最重要的 第一波节奏 4分钟的先锋 或者是小龙 这一波团战 基本上对于比赛的走势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现在就看 接下来的先锋利用率了 而且主要是刚小张自己把下路一塔给带掉了 这也是个很关键的事情 就这样的话 其实现在对于RW来讲 他们的下路双人组 这条线不好摆 就走到哪边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又必须得去用盖伦来迎战这个诺手 是的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被牵着走 然后诺手来到正面了之后 盖伦只能去守线 这个位置的话 因为正面蓝色方 五个人 但是你RW只有四个 所以没办法 想要抢 但晚了一点 赶紧二进的摸走 纳美这个浪拍的稍微慢了一点点 魅惑到了辉元 这一套血量很低 这一脚直接踹死了 继续往前 根本没有第二个魅惑了 这波是辉元自己出了问题 感觉有点不小心了 就是没必要往那个位置走 因为前方 他们前期的视野 其实布局围绕着 也觉得资源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对方的也确实没视野 刚这波回放 就我觉得凡这一脚踹了两个很关键 而且把EDG的后排全部都给踹残了 对的 落幕切过来的位置 接Como没有接好 要不然第一时间 他不用走那么远 就能把卡莎给追掉 是的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辉元在小团上的战斗力 是要比维莹来的强一点 但没办法 刚刚被限制的太惨了 小张这里 这个对位经济差 很真实 现在感觉有一点 就是还在单击的大哥 这都不是多出去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还多了 挺吓人的 是 这样就有个问题 背影这把选择了半肉出装的话 一旦前期劣势比较大 他其实在中期的时候很难扛得住 他现在其实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 而且单线上面一旦 出现巨额的经济差的时候 伴随的就是等级差距 是的 所以现在八级的盖伦其实并不太能扛 这对于卡莎来讲绝对是喜出望外的好事 卡莎现在主要也是倒了两回 对 不过卡莎自己的发育也不太好 虽然说跟别人差的钱不多 但是你正常来说 在整体经济领先的情况之下 你是应该领先别人装备才对的 对 把大部队往上半区去掉 龙王一直是在带下路的 因为现在就是边线给一点点压力就可以了 把边线一吃 是的 而且龙王是整个EDG队伍里面支援速度最快的一个点 嗯 现在 现在等下一波小龙的团战吧 基本上短时间之内也很难去做事情了 不过先锋还没放 其实不急 等那个 下条小龙刷新的时候 其实在选择把这个峡谷先锋放了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现在 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来到RW的中塔 现在EDG对他的一个 就是 感觉最虎视眈眈眈的就是这个点 那肯定啊 最重要的资源 中路防御塔 中路卖塔 而且说实话RW他除了狐狸这个点 其他人手塔都不好守 RW在中路配备的人员比较多 严防死守 诺索继续带上龙王带下路 三线给一定的压力吧 把你的人调走 然后在转线的过程当中看看有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现在紧盯瑞文就可以了 瑞文直接在下落放了 要直接拆下二塔 这波拆下二塔的话 可能也是意识到了整个上半区全是人 诺守这位置好像把鲁鲁给勾下来了 但是旁边人有点多呀 这一波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还不好说 天后全是人空掉了 但是洛姆就在旁边 这一波能轻到吗 旁边有人跟过来 一小踹三个 哇小张还是倒掉了 回神的这个水炮被位移技能躲开了之后 EDG的双人线也只能往后面去撤 虽然有一点点拖沓了 交掉了自己诺索的一个人头 但是下路配合着先锋 还是把二塔给拆掉了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EDG来讲 这一波怎么说呢 就还还算能接受 就下二塔撞掉的情况下还能接受 但刚刚实际上稍微有一点 我觉得是小张有点太不小心了 小张脱节了 嗯 就没必要 你下路在做事 呃 就打游戏的时候 尤其是手游 因为节奏比较快 很很有很大的一个忌讳是不能同时做事情 就上下不能同时做事情 刚才就属于单人线 也想要去搞点事情 然后下路也想搞点事情 然后两个重合了 所以就折中变成了一个 就是军事对他来说 主要是现在是看着小张这个位置 我以为他要一打三了 他后面看一下 呃 狐狸也过来了 太好了 对 王生菜的也有点好 四个抓一个确实没啥办法 对的 握手现在的极限 感觉打两个是OK的 一打三稍微难了点 嗯 就虽然经济领先蛮多的 是的 但是你忙增啥的发育也还不错 先动火龙 嗯 这条火龙 中路因为兵线第一时间没赶过来 所以没有办法借助这中线去推他 感觉有点不太好动啊 这个阵型被卡了一下 龙王 龙王好像在戳完吧 先放大招 击飞了三个 这波大招放还不错 配合这龙王 但是一脚猛龙摆尾 摆得也非常的好 瑞文先行倒下了 继续往前去跟 蓝色方 EDG这波得往后面去撤了 狐狸再利用自己的大招往前 一波 落手 铁手往回一拉 拉完了之后没有斩掉Make残血 但是给自己探上盾了之后没死 反正落手 这里 在没死的情况之下 又追掉了一个纳美 这一波EDG 感觉有点打炸了 有点打得小炸呀 而且这个时间点的话 大龙没了 大龙是有机会的 现在羽峰的复活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赶上 现在别换TP 买TP了5秒钟 纳美也是还差5秒钟时间复活 上单也快了 但是这一波上单是没有办法 直接换一个TP过来的 大龙还剩下2000血 来得及双身暗影 会员赶上来 龙已经被打掉了 但这一波似乎想要留人 宇峰进去第一时间 被露露的1技能减速到再被盲僧 一脚又踹了三个 我的天哪 就反送走 凡这一把盲僧一直在串堂葫芦 他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每一波的大招都能打好几个人 是的 1技巧借助这个机会 把中路的1台给拆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大龙BUFF已经到了RW手里 所以接下来就是拿到BUFF的红色方 推进的节奏 只能说止损吧 这个中塔推的 中塔推的止损吧 然后后面不会那么难受 就刚刚其实上一波团战就有 先看上面 这里背影的话 想要被 要被抓的话其实不太可能 现在已经慢慢把自己坦度给做起来了 而且在塔下击杀 难度有点大 再加上刚才兵线已经被轻掉了 所以防御塔即使只剩400血 1技也没有办法直接换掉 是的 看这一波 其实我觉得关注点可以来到盲僧身上 这一脚把辉元直接鞋给踢没了 对的 竟然有一手治疗小拉了一下 嗯 很细节 我觉得维恩先把小张给推走之后 再去做前面的一个追击 这把维恩确实打出了该有的效果 而且现在发育确实很好 但这边下路又要开始先抓了 诶 定的还不错 龙王猛喷一口 MECK要糟糕了呀 旁边又是拍来了一阵浪 这个浪拍的还不错 落幕是一个私选 忽然继续往前走 艾卡西亚暴雨纷争的伤害 配合着龙王直接追击掉了狐狸 但正面的话 反而背影应该是可以走的 我刚以为还差点要烫死了 就那个圈圈好像差点要 就是 达到可荣身上了 差一点 但这波还要在接追 小张从侧翼杀过来了 黑眼离得有点远 正面背影应该是被卖掉了 一斧子劈下去 劈掉 有点不小心了 其实刚刚镜头没给到 可能是RW在选择下路推进的时候 想强行去跃你这个塔 因为你看到这个下塔 差最后一点血要被点掉 嗯 但这样的话 中二塔在被推掉的情况下 这条大龙感觉有点白拿了 这把RW难了呀 他们在建筑大龙的推进过程当中 出现了如此大的事故 嗯 导致EDG反推了一波 中二塔直接拿掉了 而且自己的终于塔还没掉 是的 那这样一波打完了之后 RW的大龙节奏彻底断档 而且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看一下 这波的男爵之力收益是多少 对 应该挺低的 是 回顾一下 没看到前面是发生了什么 但是只知道的是RW这一波 被EDG的控制量控满了 控满了 拉得太好了 是的 主要是龙王第一时间来 打了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鹿鹿自己也是没想到 哎呦 付的1860 而且刚刚我觉得还有个点很细 小张在把上路自己给单推完之后 跑到中路来 然后再去杀了RW一个措手不及 嗯 但是现在你既然失去了 刚才最完美的推进节奏的话 即使自己家的C位已经到达了三件套 包括狐狸 包括VN 但是在缺少核心的情况之下 感觉下一波的资源团还是不太好接 就掌握好位置才行 是的 保住VN还有机会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要他们这个阵容 想推进对于RW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倾限能力 包括推线能力不强 所以说他如果想去推掉这个中一塔 其实理论上只有是打赢一波团战才有可能 而且边线一直被牵制的很难受 你要打团的话很有可能什么四打五 小张你看现在直接顶着这个盖轮上去拆塔 小张在走了 旁边VN和露露 很紧一 也许尿圈的摸过来了 但是现在小龙和大龙要同时刷新了 其实这条小龙对EDG来讲很好控 应该可以直接去打吧 他讲道理 但感觉RW不想放 瑞文想碰 但是RW全部消失 有一个现眼 有一个现眼时刻侦测着他们的动向 而且野区里面也是有蓝色方视野在的 主要还是不敢先动 弄手在绕 这个动手很喜欢绕后 就后面开了一个 螺旋丸错过来了 但是错的位置稍微偏了一点 又没有能够借助这个螺旋丸把团战给开起来 而此时瑞文已经动龙 动了一段时间了 感觉中塔要去换了 但会员这一个精神交的很重要 哎呦一脚踹回去 拖赢了时间 但后续的话龙已经率先被拿了下来 这一波EDG上反打先推了两个 但后续小张一个人顶着对面三个人打 这一波他先做一个变扬 但是后续的追击被炮起来两个阵波 感觉一地是凡哪机会先把维恩给秒掉 后续这边宇峰还要再上去追 击飞了之后 这波背影也要走不掉了 再往前追嘛 这里还有一个逃生的鹿鹿 但是被龙王跟到了跟到了之后 开启自己的外圈瓜 有红buff年屏 一技能一斧子劈下去劈倒了 来周路开始向前推进 剩下的四个人复活时间都在30秒左右 这波凡看看能不能绝地去守住这个高低 他虽然有两条命 但奈何自己只是一个芒僧 没有任何的办法 被打掉了复活甲之后 正面的兵线已经源源不断的涌了过来 我们这一场伴随着最后一个TP 跟到了之后可以提前恭喜EDG 在冰5的首局里面拿到比赛的胜利 即使在RW拿到大龙buff了之后 他们依然是非常非常的通过一波稳定的团战 那这样的话卡台还是给按掉了 所以其实 那比你按那什么嘛 对啊 我也是有这种想法 你按吧龙王 反正你就不会拿 但其实没必要 我觉得如果加里奥在亮出来的情况下 拿加里奥其实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可以的 是 还有一点 这把RW的蓝色方一般阿卡丽 这是一个信息 就我不用 就把酒桶按掉之后 看之后要不要再针对一下剑机这个点 因为其实背影上一把说实话有点惨了 而他过得很憋屈 第二把就是很多上单打的比较凶悍的选手 他在一局吃了憋之后第二局都想要打回来 第二把请你吃憋 对 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再上路 RW这边怎么去做一个针对 王僧是搬掉了 搬瑞文 上马雨风的瑞文确实也比较亮眼 很秀 把这个瑞文 瑞文跟纳美的combo确实是属实没怎么想到 两个人打了很好的配合 都在天上飞 对 不愧是服役 天上飞 BGM来了 最后一首剑机 那一楼的话 现在青钢影了 背影其实青钢影之前的话也是拿出来 这把洛家Open出来了 EDG要不一起拿 可以先拿个洛 是的 可以先拿个洛 这一首 洛家诺手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诺手和洛可以一起拿 而且加里奥在放出来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把其实加里奥不好放给RW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我觉得搭建的话可能会以加里奥为战 加里奥来了 加里奥来了 但狐狸现在也在外面 EDG会着急拿吗 脚跃也在 这把英雄其实放出来的蛮多的 对 这把我觉得第二手的话 中单不着急拿 因为左边如果拿出来 来了 卡兹克 卡兹克这把确实可以 因为其实卡兹克在这个版本 配合上一些我们新出的英雄 不不不 加里奥在配合上像卡兹克和狮子狗 这样的英雄都比较好去配合 是的 也没毛病这么说 其实之前版本里面没有 最近版本才有的 是的 落来了 落加卡兹 不跟你藏着掖着 我就是不是拿落霞的 但是这样的话 EDG其实舒服 他不是一定要拿霞了 是的 而且 虽然说会员之间使用霞也比较多 但是这把确实霞不是特别好 先拿狐狸 先拿狐狸 那加里奥的位置其实也是定的 有打野螳螂在的话 拿双C的AP也还行 螳螂一定能补上那AT伤害的 配合着上单 五楼拿懦手 没毛病 RW这阵容也有机会拿懦手 是的 再把看一下金刚影的分路 其实还是有一个摇摆的可能 拿不拿懦手 拿了可以抢一手 拿懦手的话 拿EDG其实可以拿上单刀妹 哦 这一手露露的话走中单 露露奥拉夫吗 其实奥拉夫是可以的 露露奥拉夫 中野组合 但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AP了 打真实伤害 真实伤害 没毛病 反正两个都有真实的 是的 然后卡莎有一点点混伤 还行 还可以 EDG最后一手来个懦手吗 懦手确实很契合这个整体的阵容 别的好像没有特别好的选项 也得再看 其实艾瑞丽亚这一把 如果要去打一个进场 也很好 贾克斯 他可能想要防一手后期单带线的青刚影 是的 而且贾克斯这个点的话 其实他在英雄机制上面的话 是有一点点小康的青刚影 就青刚影这个英雄 他会一般是用平A穿插 他的一技能精准礼仪 然后去打一个就是输出 但是贾克斯他的反击分光 是能全部规避掉的 而且在端游之前有一段时间 青刚影非常火爆的时候 贾克斯也应运而生 是的 用他来作为一个反制手段 对 当时算是屡试不爽 不过 不过最近里面 其实端游的那个 counter节奏没那么大了 对 而且就是贾克斯 打你一手措手不及 好 来到贾克斯甲骨 B5的第二局 第一局是由EDG先下一程 本场的直播评数 是由呆呆和11明年带来 这一场 虽然说没有上一局 龙王那么夸张的英雄存在 但是也很好看 对 也很好看 露露加沃拉夫 露露这个点的话 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喜欢去看的一个点 具有效果 很多人说辅助和中单是可以做那种 就是联动的 就是很多的人打辅助的也可以打中单 打中单的也可以打辅助 露露这个英雄最近可以试一试 中单露露的话 他的抬血能力加buff能力 肯定还是更强的 因为一般 打到中后期的时候 他会补一个帽子 但最好是在开黑的时候用 就找一个特别强的 你得跟打野一条心才行 是的 这局因为有贾克斯的存在 我们也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 当然也是因为选择到这种阵容 所以说两边没有在一级的时候 多人站中 都是走一个正常的发育路线 但下路其实在前期的时候 他的推线能力 还是较左边来讲稍微强一点 上路先打一套 反正帮我敲一下 反正前期 因为贾克斯推兵的能力比较强 往前面去跟你主动的换一换血 来中路帮忙推一下 主要是知道这波 奥拉夫肯定要过来推的 要去抢夺 这个河蟹了 那现在看一下两边怎么做选择 这上路选量压的好低 感觉随时有可能出单吃 但是两边都带的是光盾 现在螳螂先跑到上路去吃这个河蟹 但是现在 情感影吃了果子之后已经补起来了 对 回头小张也吃一盒 两边现在看起来河蟹一换一 比较和平 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两边在前期的时候 感觉不会出太多的交火 漂亮的走位 这里往前推又没有推到 那被反击风暴晕住了之后 这波冰线要被推进去了 而且螳螂这波就在旁边 露露过来了 露露现在要过来去帮一下背影 感觉这波是有意识到的 冰线还不太好送进去 主要是露露在身后 狐狸虽然说也叫过来了 但是这一波三包二 雨风想把自己的血量 把自己等级先刷到五级 自己的血量倒是很低 继续往前面去追 被露露打了几下有点痛 已经追出去了 狐狸赶过来 有机会吗 开起自己的二技能加速 往前走 主要还是没到五级 就这把跟上一把也有点一样 但是露露来的蛮灵性的 如果你真的帮帮人上的话 这时候钻出来一个露露 绝对就是直接蒙掉 这啥呀 而且露露确实在手游里面的话 他这个变阳机制 就是跟端游少有点不同了之后 就导致现在露露他的可玩性 会更多一些 就风露嘛 对的 再加上手游里面 就地图本来就小嘛 走得比较快一些 露露又是有加速技能了 爬线会更快 贾克斯国家银血剑 这里直接来了一个泄轨结账 破败这个点 如果让贾克斯提前摸出来的话 看在这一波小龙 在这个峡谷先锋团的时候 破败怎么能摸出来 其实如果 正常发育上来讲的话 摸出来之后 这个峡谷先锋 对于EDG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好接的 因为还有飞机嘛 他们打到中期的时候 可以考虑 如果说峡谷先锋 节奏没有打出来 可以考虑双人线站中 然后 中单站上 上单站下 是的 这样的话 一旦打起来团战 贾克斯可以狂带 对 而且 就如果说 来到单 来到那个带线期的时候 就 EDG跟RW这两个中单 如果在单人线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 狐狸她的支援速度 可比 露露快多 为宜多呀 露露的话只能可能只能 好快快 好快快 而且 你要这么想的话 就是狐狸可以 不一定在好多人 好多人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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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一波被抓到了 出事了 往前走走不掉了 被通住了 这 有点奇怪呀 中路miss的情况之下 怎么 这么主动的就上了 路走窄了 路走窄了 而且这波走窄了 直接导致霞舞先锋无了 现在贾克斯成了那个受害者 好像要想要来接 但这一波飞机 好像没有往下 没有往上路靠了 往下面去走了呀 可能要打水龙 但是水龙做一个交换 对于EDG来讲的话就比较亏了 现在要看能不能换得了 如果说真的过来接 等会儿 想杀你人 2W直接三人包上了 带着路 奥拉夫 直接放峡谷线包 批到了之后 圣塔登场 登出了一个盾 但是伤害太高了 这里贾克斯开启反击封了之后 回头想杀 迈克交出自己的闪现往前走 应该是逃掉了 反身的话是被奥拉夫砍下了 对 这里雨风看要去抓可荣了 可荣交了一个大招之后 闪现再拉开 退后一个大招过来也是空掉了 那但这个下塔的话 对EDG来讲其实 这波转线很灵性 但是狐狸的位置 有那么一点点的想法 这样的话上塔 对于EDG来讲 可能要被再撞了一头 过来帮帮手一下 下路虽然只有一个路 但是没先锋 拆不了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问题了 对于两边的上单来讲 谁的自己的一塔先破的情况下 其实后续帮队友能力会更差 所以就看第一波 对 对 现在其实背影一塔已经拿下了 拿完之后他现在可以反补自己的队友 经济也有一个小件的领先 因为我们手游里面的基础装备都是500块 是的 值得一提就是青鲍影这个英雄 在手游里面为什么特别强势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地图比较小的原因 所以说他的一个跑线的能力会比较快 对的 就是他能踩墙总 对 那贾克斯的话 现在自己想去拆这个一塔还是比较困难的 哎 但是敲住了之后这波有点想法 这波想要单杀 传好钢 再敲一下 再敲一下 开启光动了之后往前一跳 跳斩 杀掉了 这一波直接来了一个单线的solo kill 刚刚说什么来着 现在直接给你单杀掉了 这 好像自己又能去拆这个一塔了 我好像又可以了 是的 这就是破败的魅力 就是因为你单人线 之前有些人 等会 先看这里 打起来了之后下落可戎血量也很低 狐狸大招跟上去了之后直接收掉了这个人头 这里想去追但会员血量也很低 赶紧回去吃个果子 那这样的话应该都打不起来 但是上塔看一下小张能不能把这个上一塔给拆掉 上塔已经开始敲击 同时下落现在狐狸也要去把自己下一塔给拆了 好像青钢颖这不是想要去反追的吗 自己多了一双铁板鞋 还可以 上下同时拆 那还是拆掉了一座 这波打完了之后现在 现在贾克斯又好起来了 就这完全是靠自己个人实力吧 这么觉得 给回放了 他是扫堂嘴扫空了之后直接上来打 而且反击风暴刚好在你踩墙往前走的时候给晕住了 就堆到了一个死角你根本走不掉了 这位置没有闪现的话必死无疑 这就是为什么说 就贾克斯比较好打青钢颖的一个原因 就是 SKY的话是在草里正好 就是可荣迎面走出来一颗心 一颗心 草里的猛男 草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红桃 就没办法了 是 走不掉了 现在这个情况对于RW来讲就比较难受了 下一波线过来之后 小张可以去把上路一塔给拆了 拆完之后 现在背影的跑线就没那么舒服了 现在这个回线还是比较及时的 背影被压在塔里 这贾克斯就很奇怪 你看他好像身后有一座满血的防御塔一样 但其实他一塔都没了 可以 他就是这样压你 手里面拿着防御塔 手里面拿着防御塔也没事 直接顶着塔过来 而且自己身上有破败 有吸血不怕 有吸血 就之前端游的时候 因为刀妹也是先出破败 有神话装备的情况之间 依然先出破败 甚至不出神话装 很多人就说为啥 就是因为先出破败 因为E太猛了 是的 而且一旦很多的英雄要打前中期的单线强势的话 单人线 这破败就是 非出不可 你要什么时候把破剑者这个装备 上到手游里面来之后 感觉贾克斯这种英雄又有说法了 就是有了一个 质的飞跃 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真的 诶 好像被包了 这波小张是有点危险的 如果我的圣达当场被躲开了 那没事的 跳兵走 但贝直接要做大招 这一波看一下反击碰碰要开起来 都是可能抵挡掉了 同时退后要过来了 一个大招击飞了 那 卖一个 哎呦 退后 退后 隔墙交闪现 再冲拳我们前走 还好 还好 这波有石像鬼 没死 可以 第一时间开始石像鬼了之后 扛住了三方包夹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哎呦 这个圣达登堂抬得不是特别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火龙感觉 对 这个火龙感觉不太好去争了 螳螂学了二技能的进化之后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曹理清 哎呦 上落感觉又要打起来了 下路第一时间点 洛先倒地了 而且退后一个人站在前面 会员这波 瓦尔基利傅 瓦尔基利傅从往前 好像有点危险啊 开盾 抬起盾了之后 自己的血量非常分低 只能往后面去撤奥拉夫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能能 卡SKY 闪现 躲开了一发斧子 但是把目标没有只会员了之后 会员最后一发没死 旁边的雨风想收落幕 但是没有收掉 哇 再被一斧子劈下去 直接鲁莽灰掉了 这样三杀拿下来的话 中野现在就在中期的时候起效果了 就是 有路路的奥拉夫 非同反响 嗯 对 而且他又是个中单路路 嗯 看一下上面这一波 落第一时间点 自己先被开到了 而且 其实退后这里有 有点脱节了 而且后援还蹦上去了 这一波下落双人组 实在是给自己的队友 创造了 非常恶劣的龙区环境 可以 非常热烈 嗯 而且后续落幕这里的话 其实 这个变得很关键 就第一时间点的话 雨风跟不上自己的输出了 对的 然后狐狸的话 技能在真空期 刚刚内获完了 没有办法放欺诈宝珠两段 那现在奥拉夫五个人头了 五个人头 九千经纪 打打吧 大招又要赚好了 这波奥拉夫想接 但是这里 亲的过程当中 路还是成功的开到后排 而且开到了两个人 这波龟源 血量好低啊 在隔墙 被一个横扫直接扫死了 小张一个人跳到后面的 这波感觉也要被追击 正面的话 跳上来 想反杀 但是反差一点点的输出 没有跳死 很可惜 两边打得如火如荼 现在人头比7比6 经济也差不多 但是 EDG 手握两条小龙的优势 拉夫现在有点 顶不 就是 是 EDG有点顶不住拉夫了 是的 但是其实 EDG还能往后拖 就在中期这几波 只要不犯大失误 还能拖住就比较好 看一下刚刚这里 若靠着自己极限的血 是抬了两个之后 轻武神双回到 而且他抬的这两个 一个小张 然后一个 灰源 这抬的都是关键性角色 灰源 这把好难受 就刚刚被一个海克斯的通蝶给坐着之后 就在隔墙 我也没办法走 就在那个卡在墙里面 来回鬼畜 动都动不了 没办法 海克斯的通蝶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旦踩到A的头上 ADG是必死的 是的 但是其实对于 EDG来讲 也不需要着急 只要往后拖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后期的话 有甲克斯 有飞机 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狐狸也算一个点 所以说其实到后期 对于奥拉夫来讲 可能会越来越的 越来越疲软 但是奥拉夫这段是太肥了 两边一起留 这是不是有点瘫了 两个人都想留 先杀退后 退后采个爆炸果实 赶紧走 这个果子救命 瘫了瘫了 RW刚才如果说 两边的双美技能 留的是一个人的话 那那个人已经死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纯亏 下塔又拆了 不过只能打大龙了 想上了台 但是台雨风的话 没台到自己反而要死了 自己有问题了 哇 啊 洛这波怒送 这这跳上来 自己回不去 而且队友没有办法接他 主要是 对 而且这样的话 一滴滴中塔有机会 啊 狐狸没有能够留到人 那中塔有了 奥拉夫被 被队友小搞了一下 戏耍了 嗯 我感觉这样几波转线 转下来 其实RW他们 反而自己要丢这条大龙了 现在想过来抢吧 鲁鲁大招还是在的 奥拉夫鲁 黄魂尼马上跑了 但是洛不在啊 开一下 想杀 退后 扛完第一波的时候有点扛不住 但是奥拉夫血量太低了 落末 原地 直接被震下来的家僚 佩尔塔 荣库要收割了 闪现一个二技能 但后续的话也没有办法能追击 那这样的话 感觉回家可以再去针对一下这条大龙 现在回头打大龙 好像有点来不及了 是的 嗯 先回去补个状态 证明就差一路路 剩下的人都活着 就是现在 等级慢慢成长起来之后 就卡兹克这个点 来到了 进化两个技能之后 他在中期 只要出到赛瑞瓦达怨恨 他其实在团战中 能给队友出现 就是 来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输出空间了 对的 刚刚一个二技能留了很多人 队友打完第一波了之后 他可以去收割 然后他第一时间还可以去留人 是的 想留一下 但是 但是不太好留啊 很难拆啊 我们上一波看 甲克斯经济 应该是一分半到两分钟之前 他当时还跟奥拉夫差了将近1000 但是现在把下塔拆掉 上塔拆掉 已经遥遥领先了 跟奥拉夫 对的 甲克斯 甲克斯跟这个奥拉夫 一开始差1000经济的 是的 对 现在打回来了 不过奥拉夫刚刚也砍了一定的经济 所以差不了太多 对 奥拉夫他主要还是要偏向于 做一个半肉的出装嘛 所以到 越到后期的话 其实这个英雄在团战中的 威胁力就没那么大 而且 哎呦 哇 这什么意思啊 这 有点伤吧 讲道理 你猛是猛 但是 那时男爵 岂是一个 甲克斯在这个时间段 可以单打独斗的 可以 哎呦 感觉这波小张要 在上路路头之后 是有机会被 小张好像嗅到了一丝威胁 嗯 对 赶紧往后走 来得及来得及 走得掉 因为也有十多秒的时间 小龙刷新了 对面一看 放不着动大龙 对面一看怎么钻出一个 一丝血的 甲克斯 甲克斯 找一找 队友里面有没有什么 金克斯 EZ 得来的门 全挂大招是吧 对的 但是土龙要刷了 甲克斯敲了一波 石头人把自己血量给敲上来了 嗯 马尔达要先动 大龙速度好像有点慢 直接选择要做 先做的是个SKY 后去的话背影的血量很低 但低身点 教了个精神 感觉自己不太好走 落台 抬了两个之后 但这波自己要被飞机给风筝死了 啊 SKY再上来之后 瓦尔基里补充过来 但这一波 先是把尽量一秒掉之后 退后往下一坐 反也不太好走了 哇 1D7打了一波大拳 这么小张狂敲 一个一个敲 没有人管他 他隔枪跳过来了之后 敲死一个之后 剩下全是残血 一个一个上一枪 哇 那这样的话 又要一波了 要一波了 20多秒的时间 哎 20 20秒 看一下往前走的话 一波不够 留一个人拆 留一个人拆中路 剩下的四个人去大龙 是的 他如果是再往后挪个两三分钟的话 复过时间久一点 30秒以上是可以 尝试进一波的 但是现在的话 有点 有点危险 所以说留一个人拆中 剩下四个大龙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也 相当于稳操胜圈了 对 主要是现在手游里面 有一个中塔的保护 就水晶的保护机制 对 所以也不太好拆 我们是在你30秒之内 连续拆掉一条路上的两个塔 就会触发一个水晶的减伤机制 是的 看刚刚这波回放 其实我觉得RW开的稍微有点急了 第一时间点背影 跳完人之后 他穿完狐狸没人能跟他 然后看这个位置 小张 现在蓝buff处 砍掉了一个青钢影 然后再跳上去 露露 然后再往回走 一个一个杀 人都是慢慢送上来的 前面跟奥拉夫的话 他补回了1000经济 现在直接领先到了2000多 就奥拉夫在这个时间段 就像呆呆说的 已经错过自己的强势期 没有办法发抵了 而且还有个点就是 奥拉夫在 如果要跟贾格斯去做一个对位的话 其实贾格斯他还挺克制奥拉夫的 你砍不动 你砍不了 就根本就 这一波要率先又来抓 先抬 抬得还不错 而且这不开雨风 开螳螂的话 螳螂第一时间 但是小张一个人到对面的后排 去打了三个人 先拿下了一个二连击波 还要再往前接着敲 背影交了个闪线拉开之后 反抵时间点直接被秒掉 雨风再过来 想去留一个二伞过来 留住了两个人 落幕过来之后 最后一发一技能 直接拿下了背影的人头 那这样的话 可以提前攻击EDG了 是的 拿到一波三杀加Ace 往前面去推荐 带着这个超级炮车 直接接到水晶 我们恭喜EDG BO5里面第二局 也是再度拿下 也就是两分在手 是 再点在手 好 就看后两个了 剑机应该也是要上班位的 有没有可能 其实RW这把 有机会自己去一抢一个螳螂 一抢螳螂 是不是有点奇怪 虽然是有点奇怪 但是问题是 上一把EDG的螳螂 确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威胁 而且打野这个点位上来讲的话 凡他确实没有很好的 能去限制这个点的一个因素 跳到也是 加里奥 加里奥见机 你最擅长的三个永远都拿不到 是的 这是他们的教练Mikki 我懂了 EDG这个就等于属于是 你对面三个百分百胜率的 我一个不放给 对啊 我不放给你 等于你没有百分百胜率 你百分之零了是吗 奥拉夫 箭机有了 要不要手抢 蓝筹锋手抢 虽然 这个英雄一抢的话是比较有风险的 但 拿不拿 我觉得可以赌一下 毕竟现在是唯一的机会了 还是拿青钢银 拿到了跟箭机很像的 青钢银 是的 那ETG剑机加个加个什么呢 其实这把锐文也是 对 我刚想说锐文也是放出来的情况下 可以先拿一个锐文去做一个摇摆 而且因为青钢银他的分路其实也不太明确 锐文先拿了 剑机也可以拿 反正这两个都不怕青钢银 是的 但是弄手也在外面 就看一下 现在小张想用什么英雄去打这个青钢银 但是我这样觉得 RW他这个青钢银不一定是走上的 我觉得是可能是设的是一个套 可以啊 可以打野 所以现在就是 他拿弄手 那RW还是可以拿剑机 左边是可以拿剑机的 对 剑机上单青钢银打野 或者说是极端情况 剑机也可以打野 有机会锁侠洛 还是只先拿一个洛 洛家狐狸 毕竟这边要不要去拆是个问题 侠加露露 侠加露露其实是之前比较 就是没有洛的情况下 比较好的一个搭配 还是拿卡莎 卡莎了 他不拆了 要放着你打 那就是卡莎加露露了要得 对 因为如果 他要选择侠的话 其实左边就会去拿卡莎 而且卡莎刚刚之前也提到了 可容的卡莎他的胜率很高 所以说尽量不放给你 比较守略的英雄 对的 而且上一局 他们也是明面上面 就直接把洛和卡莎 都给拿到了 就说明 他们不是特别依赖露露的组合 是的 那SKY也是拿到了最近玩的最多的英雄 脚跃 而在放到霞露了之后 RW成功拿到了下落的霞露双人组 最后一个英雄锁定 也要考虑一下青钢引的队位了 螳螂 RW其实这一套算是 他们今天拿到的自己 此前用到过最多的英雄 是的 最后一手 露露 或者是拿一个 我感觉要拿一手硬斧开团 牛怎么样 露露感觉不错 这场青钢引 不是 那个角跃进去 也可以吃一手 露露的大 但是我觉得这一手 如果他要拿一个软斧的话 好像不太好开团 但是增加反手 而布隆的反手 在这一局里面 也行 主要是布隆 这把选出来的话 其实左边RW的上野 他进场会变得非常困难 就是你只要吃到布隆的 一下 对 你就很难受 你就不太好动了 增加一下容错率 对 但是对线稍微弱了点 选布隆加人卡莎的下路组 是的 这把确实在下路的对局上面来看的话 RW是有绝对献权的 嗯 那这一把看一下 要不要去包一包了 所以现在 中路其实也好 去打出自己的效果来 好 来到召唤师峡谷 也是我们今天的 BO5RW对阵 EDG的第三局 前两局都是由EDG砍下比赛的胜利 本场这部评书由呆呆和11明年带来 这把小张选到了自己比较招牌的诺手 嗯 背影的话继续选择青钢影 但是对他来讲的好消息 不是贾克斯的话 自己中期不太会被单吃掉 是吧 贾克斯和诺手的追击能力还是 哦呦 等一下这里直接抬了两个 打一套 还好是个布隆 抬一下没关系 一级学盾嘛 对 一级防盗门 你知道换其他一个辅助 感觉这一把就下路前击 就不太舒服了 换其他辅助的话 会员应该是掉半血 嗯 就退后自己可能也要掉半血 嗯 确实 瑞文在旁边 但是青钢影在压线的过程当中 也是在三脚草插了一个眼 哎 往前走 走一个内圈 这波有那么一点点想法 拉回来之后再A一下 再追着A 哦 交闪现 没有闪现根 没办法 小张带的不点火 带点火的话刚才应该杀了 对 选择稳一点 嗯 带的是光盾 而且就是因为带光盾 所以背影刚 没有办法直接跟他回头A 因为你一旦 再被他A两下 他光盾一开 杀不掉 是的 中路 雨风的血量也很残 哇 被压到了一个死血 会不会是被蹲掉 哎呦 直接闪现根 三技能勾索走 但是差点伤害啊 对 这波闪现交的还是 感觉没有太大的必要 哎 Sky的光盾也被打出来了 雨风这里直接原地剑回程 这血量太低了 这个就是RW 凭借着他们的一个中野的强度 就主动性会在5级前比较强 然后导致把狐狸前期的这个线权 给稳住了之后 比较好做事 而且这个河蟹吃完之后 上路的河蟹也是有机会的 现在狐狸直接靠了过来 应该是要拿双河蟹的 而且下路刚刚也猛推了一波冰线 这把RW在前期的对线做得非常的不错 是的 瑞文 瑞文是不是有点糟重了 闪现就被打出来了 又是这个血量 每次镜头切回到雨风的时候 都是比较惨的 这把瑞文 也太难受了 但是从他的经济来看 他是不是把河蟹给拿了 河蟹还没有打掉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 只是没做出一个对比 对的 那这瑞文 且得有个发育空间了 就是中单拳角域就是 对于打野来讲有点难受 因为前期帮衬不了 他只能自己在野区里面做事情 是的 但比较好的一点就来自于 都到了5级之后 其实 螳螂在来到11级之前 他的经济能 体现在他的伤害端不是特别的明显 对的 但反而是瑞文这里的话 他因为由于自己一个英雄机制的原因 他的爆发能力会比较强 所以他可能不在乎 这个一点点的一个对位经济差 等级到了打团就是猛 是的 但11级之后就不太一样了 但是这把两边 就纯对位发育 没有人头的情况之下 这个经济差1000块 其实有点多 这感觉纯压线压出来了 对压线压出来了 现在下路的话 AD上面也是有一个300块的一个经济 除了中单吧 中单可能没什么差距 剩下的人互多互少 都有一点点小差距 但是看本场的第一波碰撞了 现在三分半了 还有30秒的时间就到了4分钟 我们手游里面的第一个节奏点 先锋小龙同时刷新的时间 但其实这一波龙团 可能EDG想去 如果要选择换线 把中路线给推完之后 去打这个峡谷先锋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 去争夺这条峡谷先锋 但如果你要去选择争夺这条水龙的话 其实意义不大 有可能会去做一个换资源 就现在EDG的选择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毕竟上单 感觉上单在这一波里面是起至关重要作用的 如果说弄手真的劈起来的话 团战就基本上催枯拉朽结束了 对而瑞文因为到达自己的等级 就像大家前面说的 可能竞争和线的时候落着下风 但是一旦打起来团战就不一定了 对 谁有用会不一定了 毕竟现在不是螳螂的一个收割节奏的时间 对的 等级 但上路又先打一套 要是见面撸你一套 就感觉这个镜头每次切到上路的时候 也都是 就是背影这里脑袋上飙了一个旋路 没错 还是要针对一下背影 那这个峡谷先锋的话 现在RW也是想过来争夺一下的 Skyla冰线给清掉了 这波霞是在下路的 选择要直接换线转过来 角跃好像想去 这个下塔 绕回去了 我以为他想去包一下这个霞 主要是这个下塔 现在感觉要被霞给推掉了 过来先抬 那这一波的话 青狗颖大都直接坐下来之后 看这个龙的血量先被定了一手 后续的话雨风过来 这个血量很低 龙是直接被一个击风场给刮死了 但这个欺诈宝珠 差点一把退后给杀了 闪现过来想去捕 但回原过来 一个猎手本能 然后在配合上 最后一发平A 小张用这个 炫死了 对 转圈 直接炫掉 这波人头的互换 直接打成了一个 一换三 对于EDG来说 拿到了 比较不错的优势 再加上这个先锋 直接是被瑞文拿下 是的 刚刚这里其实在第一手抬 抬的还算挺不错 但后续 感觉这个峡谷先锋 好像有点挡技能 而且无形铁手拉的比较好 弄手在这一波里面的战斗力很明显是更高的 虽然说 陆木这个狐狸刚刚的那一发气炸宝珠打的 就整体L已经打满了 但伤害差了一点点 就很可惜没有把推后刚刚给收掉 而且两边其实都有一个分线的人员在下路 一边是角月 一边是霞 但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其实霞是更应该在正面 是的 打完 现在诺手两颗人头在手 AD的话 卡莎也是补到了一颗人头 现在一技能已经进化了 但是现在 因为刚刚霞那一波推线推的 就把下塔的血量压了很低 所以说现在RW很想去推下塔 嗯 率先推掉之后 他们的下路可以做一个转线 那这个上路我的天哪 好凶啊 就是我不是想杀你 但是你在我面前 我一定要打你 黄玉塔冒号 你礼貌吗 你不礼貌 这青钢影 这青钢影 连续两把都被压得如此的卑微 下路要拿塔了 能不能转线直接转中啊 下路这么多人 下塔推了之后 现在RW可以直接把他的下路 双人左放到中路去推线了 没有转 先锋还是牢牢的捏在手里 直接选择跳 但是这个时间点还是杀不掉的 杀不可能杀得死 但是角悦肯定是留在下路 继续发育的 这个时间点就是减情双人占中 然后趁着你如果人多的时间的话 这个瑞文直接过来把先锋放掉 强行去磨一下中塔 但是帮边线也行 现在对于EDG来讲 最好的肯定是能打中塔 不过挺难的 刚刚那一波推下路 没有找的特别好的机会 放先锋 是的 感觉还是得再往后拖一点时间 现在两边这个装备好像都不太够看 反而是EDG这里 因为前期的优势的话 他在中期团战比较容易站住 上野都是把自己的黑鞋给摸出来了 RW还要往后挪一挪 毕竟中单和辅助都是有时光杖在手的 想蹲吗 这一波直接选择拉 但这边台是抬起了一个退后 退后这个血量 还好有一个防盗门 冰川列室交出来之后 反打了 小张一个大招直接劈下来 是劈的不是特别好 但后续的话 这个倒钩也没有办法去拉了 落幕过来了 这波看有没有追击机会 没轻到 这个精巧的走位 贴墙走 没轻到 胆大欣喜往回走 两个人 就是贴你的脸走 刚刚那个位置真的贴脸走 是的 其实狐狸这个英雄确实 就是他的三技能放出来的时候 对面是有一定的博弈存在的 是的 直接选择要杀宇峰 好像走不掉了 宇峰 稍微有一点点不小心了 宇峰为了防御塔现身了 是的 也确实现在对EDG来讲 他的这个防御塔不能再掉了 下落直接选择拆 拆掉了之后 还想再接着杀吗 被挂点火了 那就直接往后走吧 背影并没有省技能 见面直接把点火放出去 对 主要背影带的是个不灭之我 所以在两边打起来的情况下 他还是有一定的坦度的 而且SKY因为身上了时光杖 加上一个水银血 在这个阶段 其实一打一也不是很忙 拆上来的这个小龙 又是同样的位置 瞄准的是退后 但后续队友不敢跟啊 这个通敌 跌歪了呀 对 跌到了辅助的身上 这样的话 互联是不是进化三技能的呀 所以刚刚有隐身 等会有装备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装备已经做出来了 因为九分钟嘛 是的 现在中路直接放了 峡谷先锋之后 这个应该是撞不过去了 但是目的达到了 就把你牵制住了之后 直接去动小龙 不过好像配合没有打好 最波先来魅惑 小杀 切杀了一个布隆 杀到了布隆之后 Maker在正面继续去流 宇峰的血量非常非常的低 被饼跟上了之后 直接击杀掉 而正面跟上场 死盖血量也太低了 被点火 后续烫死了 回身又是已经魅惑 小张也有点难走 混击要再往后拉 身上开几个光顿了之后 切杀宝珠两段全部打到 再跟上可荣的一击 普攻伤害直接达到势如破竹 回身的话 这个小龙可以完美的收入囊中 RW又是在熟悉的 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又把局势给打回来了 又打赢这波团战 把局势给拎到了自己的手里 刚刚感觉 虽然说SKY那波进场 其实拉得很好 可以看一下刚刚这波回放 第一时间点退后 先被秒掉的情况下 EDG这个阵营 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两边被分割开了 而且宇峰第一时间点 被打得很残 哇 这个三闪有点关键 落幕打了 落幕第一时间开的也好 开一个残血先杀 而且后续的话再一次魅惑 对 主要是还有一个 就刚刚脚跃这波进场 虽然说拉得还可以 但是问题是 队友根本就太上了 对 而且脚跃这个时间段 没什么伤害 刚刚应该是帽子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一间半的时候 没什么影响 EDG这个阵容 感觉问题就来自于 他们的 其实先手能力 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他们是发育 对 这阵容在前期的时候打架 很容易面临伤害不足的问题 对 主要是现在卡莎两件套摸出来之后 他第二件选择做的是个无尽 现在伤害是直接给你堆暴击了 上路想守一下二塔 而且狐狸这个点放出去了之后 看得出两边都是很容易通过狐狸去找节奏的 嗯 想从旁边绕吗 但是中路有一个青钢影啊 瑞文真的想直接断后的话不太容易的 诺守 诺守现在已经对位上青钢影 经济落后了呀 嗯 而且现在打野的对位上来讲 不但是有经济落后 而且 现在凡已经来到11级了 嗯 11级的卡兹克现在是大变样 大变样 而且他甚至鞋子都没做 两剑套 哦 直接要交暴凤女弹拉出来之后 但反身这一波抬抬的很不错 倒勾拉两个 但自己第一时间点还是要被秒掉了 每个过来 又抬了两个 凡之波要过来打输出吗 先用二技能去留 背影要过来 诶 但是这个三技能没有先选择第一时间点交出来 魅惑也空了 那应该选择要撤退了 哦呦 反而是反身这个拉拉的很不错 大召又把所有人给吸满之后 这波背影在前面打对面的五个人 交了一个金身 但自己还是要被压起身了 这什么呀 每一次打赢团战都要输一波 而且中台又掉了 嗯 熟悉的节奏 就真的是连续三局 每一次在中期RW打赢那波团战之后 都会输一波 是的 都而且都是 比如说有一到两个人 在某一条路线上被ETG的人开到 嗯 刚才的话是AD被留到了 对 你不得不说 其实刚刚ETG第一波先开始开的 开的那个机会很不错 嗯 但后续RW有一点 我总觉得有点太自信了 就是对的 他们想继续接 在损失掉AD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点像 我们看一下正面 是的 那就是找到一个机会 好像可以留下AD 那直接把所有的技能都交上去 瑞文的阵 布隆的大招冰川烈系 然后你看反身这个时间想打 但是EDG整体血量还不错 对 而且背影这个位置应该是有点小失误的 他如果是跳过去放技能的话 感觉可以 似乎可以打 然后脚越又被吸回来 小张开的太果断了 小张这一波闪现一个无情田手 把对面人给拉回来之后 瞬间扭转了局势 没错 这可能就是EDG吧 对 EDG现在给我们展现出来的 还是他们的抓机会能力 非常非常的强 可太顶了 是 而且他们的阵容 不是那种很容易抓机会的 先手能力偏弱 就这也能给你抓住了 没办法 这波又让抓到了 但是是RW一波机会 输出不太够啊 现在就来到这个问题了 可荣这个霞在后期的时候 他的伤害端开始慢慢往下有所下降了 后手在感现 感谢 闪现 宇峰 这样来开两个 但是反正的话 霞逼出离哥的漫天飞鱼 倒过 拉了三哥 但这波想进场 后续的话会员一个人到正面战场来 先收掉凡 但后续 小张再进场 提掉对面的霞之后 那这样的话感觉也不太好守了 这什么意思 这怎么能进来的呀 直接又被撸了一套 皮了一下还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撤退位置 两边是刚好反的 有盾 举盾了之后 抵挡一下欺诈宝珠 但是小龙这个时间点刷新了 而且AD在上路吃线 扫了三个留一下 现在RW第一时间点 也不太敢去开这个龙 上塔已经被单吃掉了 这一波EDG的转现做得很成功 原地念回程 青岗也是留不住的 而且青岗也去上路 去上路了之后 这个小龙也可以被EDG 在14分钟的时间点拿掉 是的 RW本来前面还有两条小龙的优势 但是现在又被EDG给赶回来了一条 这就是又打回来了一波团战节奏 本来前面是快要把经济拉平 然后这一波打完之后彻底拉平了 是的 而且这个AD灰源这把好像要塞起来了 404 对 战绩非常非常的好看 当这一波 你看灰源这波进场 打得就很好 小张从后面绕过来的时候 真的是见鬼了 小张这几把 不知道怎么什么 就是他一个思路是怎么样的 就总是从莫名其妙的地方给钻出来 对的 因为他一直走单线 然后走单线的时候 当所有人的视野全部在正面 你就会发现 后面会默默绕出来一个懦手 是的 现在灰源的装备 看一下 三剑半 破败无尽 太阳刀全部都有了 而且金身也摸出来了 现在所有的鞋子附魔 在ETG手里都已经附魔好了 对 两边这个AD现在经济差不多 但是其实卡 其实霞这个点的话 之前在比赛里面 大家有可能会在第二件选择 去做一个烈阳魔刃 就现在第二件 他选择做了一个无尽的情况下 如果在优势没有扩到 扩建到非常大的情况 他可能会慢慢走下部路 走得更明显 就是他这一个成长性的装备 可能你打到后期的时候 什么四剑五剑特别猛 但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不太够 我要开大招直接选择开 这波落台的还算不错 但自己的血量很低 第一身点直接被瑞文给秒掉了 落幕过来 闪线再拉开 可荣这波浇了一个漫天飞雨下来之后 感觉也不太好走 道够拉了三个 是摸机会吗 再往前拉 但可荣自己也浇了个精神 背影这波要进场了 但后续瞄准的是退后 退后刹最后一次血 要秒掉的情况下 又被拉回来 这波小张转死了 还剩下灰原 心身一丝血 而且没死嗅到了 被旁边的诺手 直接来了一波三连斩 势如破桌 这一波应该是可以直拆中塔了 往前再去推进 30秒的复活时间 尝试进一波 尝试进一波 往前推进 带着两个爆炸兵在后面 可以一波结束了 虽然打出了一个小金塔 但是扛塔的兵有比较充足 七秒钟复活的辅助 并不能造成威胁 直接顶塔拆掉 我们也可以恭喜EDG 再一次以同样的方式 连斩三局 BO5里面3比0取胜 是的 恭喜 虽然在之前淘汰